好 維翰我們今天看到了 提訊 沈慶晶 提訊 應曉威 今天居然扯出了陳佩琪 疑似涉及洗錢 金流這條脈絡 快要開花了嗎 維翰你怎麼看 我們先前在談說 陳佩琪去ATM存錢 這個基本上對一般人來講 他不是很尋常 可是陳佩琪後來不是有晚會嗎 今天是禮拜三嘛 禮拜天的時候 對 導播現在放這個畫面 他講說因為我就是變成公眾人物以後 我就不想要去銀行 可是後來發現都不是 你是在兩個時間點當中 大量的去存ATM 存給他的三個小孩 他兒子跟兩個女兒 對不對 那這兩個人一對以後 跟那個金華城 他的動工跟這個就是便當會 時間剛好吻合 就會被大家覺得說 時間怪怪的 第二個 錢怎麼來 現在看起來 根本就不是先前講的 170萬而已 如果這個現在目前 說掌握的檢調政辦進度 是對的話 那有400多萬 那400多萬 陳佩琪跟檢方 在約談的過程當中 我是沒有看到那個 就是他們的筆錄 現在目前也是掙扎不公開 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點講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在等一件事 我跟俊翰哥的觀眾朋友講 我在等起訴書 對 起訴書裡面可能就會寫得非常仔細 就像鄭文燦 除了有那個所謂的手筆五之外 後來在他的岳父的住家 牆壁裡面的柱子裡面有678萬 那個就會有了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先拭目以待 那如果是 如果是 那你的講法分了好幾次 又是先生的演講錢 可是你要倒回來看 演講有辦法演講到那麼多錢 然後又是給小朋友的押稅錢 又是這個母親什麼先給的 然後又有稿費 還有一個是最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他說是民眾捐的 那民眾捐就是政治現金的 怎麼可以存到自己的戶頭 這個就不行了 所以其實陳佩琪他可能自己也沒有想清楚 就是到底是什麼 但問題是這樣只有一個啊 到底是什麼錢 其實只會有一個嘛 看起來他一開始的說法 也許是最接近事 就是先生給他 但他搞不清楚先生為什麼有這筆錢嘛 他可能沒過問 所以就後來變成這樣子了 今天我們要來關注的就是 新竹基地的幻象戰機 昨天晚上準備結束完 例行訓練要返場的時候 居然發送機失去動力了 飛官謝沛勳彈射獲救謝天謝地 可是明明S軟動C的夜視功能 搜救直升第一時間都發現他 怎麼沒有辦法完成調劃 讓他在海裡多泡了兩個小時呢 今天晚上要帶我們來看到 最快升到高空 去攔截共機的先鋒 可是為什麼現在走到這一步 買不到原件 只能拆A補B 每一次都可以這麼幸運嗎 難道每一次都要飛官拿命來搏嗎 好 今天要跟他包行的觀眾朋友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我們的空軍幻象2000的戰機 昨天晚上進行夜行的時候 發生了飛安意外 發動機失去了動力 還好這個駕駛員他直接跳傘 上位他的名字就叫做謝沛勳 所以今天早上三軍統帥賴清德總統 立刻趕到新竹 其實他是先從台中 因為他最後脫險的時候 一點多凌晨一點多也是在台中 台中同眾的醫院 所以既把台中港外海那邊 那等一下我告訴你為什麼是這樣 那所以賴清德總統跟國務部長顧力雄 趕快去探望他 那換降戰機按照我們空軍的標準 居然出了事件的話全面停飛 但問題來了 今天我要跟你講這一題 我是空軍行政官出身 我要把你講的通透 讓大家了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現在幻象戰機全面停飛 但能停飛多久 兩個月 兩個月後沒有辦法 你必須復飛 因為每天都有 中國大陸的軍機飛過海峽中線 而束手中華民國 現在目前的首都就是台北 最重要的就是在新竹的空軍基地 新竹你要知道戰鬥機它一起飛 就正好束手整個北台灣 所以當初為什麼會把 換降戰鬥機的整個 就是中隊放在新竹基地 就是因為它是當年1992年的時候 最先進的武器 我們那時候買不到武器 你看連買軍艦 所以當1992年法國願意賣 換降兩千戰機給我們中華民國的時候 非常高興 立刻成群一次就買60架 可是非常貴 一架要台幣一億美金 不是台幣 美金 一億美金大概三幾億台幣 比F0還要更貴 那你發生這樣的事情 大家要回頭檢討了 觀眾朋友 我要先跟大家講 真的要檢討 因為換降兩千已經很舊了 可是跑去支援它的 X軟動C 海鷗救護車身機也舊 所以你海上 你要知道張又齊飛行員 這位謝佩勳 他彈射之後 立刻發出訊號 他有一個彈射座椅起來 有沒有 他會立刻發出 標注他的位置 那他的訊號已經被標注到以後 他8點05分起飛夜航訓練 有人講說為什麼這麼危險 還要做沒有辦法 俊翰哥 這是例行的訓練 晚上一定要飛 而且我們直接還有紫夜航有沒有 12點的也有 那這個是8點的夜航 正常的夜航 沒有想到還飛出去半個小時 在新竹的外海失去動力 謝佩勳按照標準流程 他彈射 所以他就跳傘了 彈射巨號一出來以後 馬上 對 剛剛導播那個畫面 藍色的那個 海鷗直升機 S軌動C 就是標準的作業 為什麼 因為他能夠掉掛 我們發現飛行員在海上飄浮的時候 等待來救 那這時候S軌動C就會飛過去 雖然是晚上他會有大燈去照 以後把他吊起來 結果去向歌 找到了他沒有 找到了 結果呢 找到的時間 其實他已經在海上泡了一個半小時 10點20幾分才找到飛行員 他一直跳出去 是10點 8點半 所以他已經跳出去快要兩個小時 在海上載浮載成分等 這樣好不容易來救到對不對 救到了以後他的整個吊掛欄掉下來以後 沒有想到他的吊欄居然故障 哇 你吊欄居然故障 那你就已經凌空找到人 你救不起來 你讓他多平白在海上繼續吧 我已經看到救 那個飛行員在那裡有救不起來怎麼辦 趕快出現有沒有 我們的海巡艇再過去幫忙 船要來更慢 船就是 直人機看到了以後 他掉不起來 所以趕快再怕他過來 觀眾朋友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已經海上兩個小時的 失去的生命機像怎麼辦 所以這是要檢討的地方 第一個是檢討 幻象戰機 為什麼會失去動力 他過程當中他的幾乎是每一個機組有沒有 好好的檢測 還是他疲勞了 不是只有駕駛疲勞 幾乎會疲勞 他常常要起飛的時候 你的每一個環節有沒有問題 我相信空軍現在目前停飛正在檢討 第二個就是 連S拐中11的這個吊欄都故障 還好最後大型海軍艇 將他給救起之後 趕快就先送台中港附近的同眾和醫院 再送到了國軍的這個桃園醫院的新竹分院 還好這位謝佩勳 尚未他幸運的生還 這個是幻象2000第九次的一個意外 我先來告訴我們 最後一個也是更嚴重的問題 他現在已經面臨的妥善率 60%這麼低的妥善率 他怎麼束手台海 妥善率是必須要慢慢的用錢用時間 用零件才能夠堆上來的 但觀眾朋友我們今天就講白了好不好 1996年我剛剛講 我們國軍要拿到幻象2000是非常高興的 為什麼 因為在30年前 他確實是非常棒的戰鬥機 30年前 可是30年以後 幻象戰機是二代戰機 可是俊項哥 現在全世界各國的空軍 都是五代機 四代五代機 對五代機 我們還是二代 所以你以前的車很好 老爺車還很會跑 可是他沒有衛星導航 他沒有自動駕駛 他沒有辦法讓這個車可以自動停住了 所以他沒有那樣的 所以幻象2000 我們1992年買到 1997年剛成軍 而在來之前 1996年發生一件事情 在土耳其 希臘跟土耳其 在對戰的時候 當時居然發生了幻象2000 可以擊落F16 所以幻象2000很棒 他有雲母飛彈 他有這個電戰能力強 他空中的纏鬥的半徑 電子算非常好 對 可是那個是30 所以30年過去以後 幻象是法國 這個Mirage他去做的 那現在法國都不要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後續有零件能夠補上來 所以他已經被法國太左撞下的時候 我們的土耳其只會慢慢降低 第二個 因為他的造價非常貴 一億美金對不對 比F16還貴 那我們F16有一次慢慢買上來 F16AB 然後CD 對不對 他慢慢往後走了 可是幻象沒有再跟進了 所以沒有辦法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這幾年 幻象只能夠盡可能的把 我們的60架的幻象 現在有9次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只剩50幾架了 那每一個戰機當中的 每一個機組 還能夠挖東牆補西牆 它的妥善率肯定是不足的 第二個那怎麼辦 來我來告訴觀眾朋友怎麼辦 有時候 有些國家的空軍 把它調成是訓練機 就是飛官去訓練 它不是地線作戰的 可是 在我們中華民國是不適用的 因為台東這張基地 已經確定用有音號取代F5 F5就是訓練機 F5飛過才能夠飛二代機 IDF幻象或者是F16 可是 當我們也已經有 有音號取代的時候怎麼辦呢 只能有一個方法 俊翰哥 法國也已經太除了 零件也買不到 妥善率指揮更低不會更好的時候 我們只能尋求 看看把幻象2000戰機 是不是慢慢的賣給其他 有需要戰鬥機 而買不到更好的第三國家 所以呢 幻象戰機還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 可是妥善率已經 確實越來越低了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已經有9次的事故 有5位飛官殉職 我們必須要謹記這次的教訓 因為這個是不可逆等 當你年紀已經從30變60 60變70 你不可能還是 孝蓮娜的狀態 幻象的妥善率 只會更低不會更高 我們中華民國的空軍 必須嚴正以對 好好面對 看是要怎麼樣 來讓我們的飛官 有更多的安全性命保障 拼光光只剩下演唱會了嗎 我們看到交通部長陳世凱 上年最後來到了花蓮 為即將到來的五月天演唱會 先暖身 他加碼 他說每個晚上補助一千不夠 再加碼五百 讓更多人可以來花蓮 可是我們就問 就光光只剩演唱會了嗎 從0403強震到今年年底 花蓮估計已經有上百家餐廳民宿 關門歇業 整體產值 估計150億蒸發不見了 就算好啦 五月天來給你11月 熱唱一個月 那唱完之後呢 你的交通問題解決了嗎 靠撒幣補貼夠嗎 好 俊翔哥還有報喜的觀眾朋友 來談花蓮的觀光 花蓮的觀光 今年真的慘 而且不但慘 是30年來第一慘 花蓮觀光怎麼辦 那花蓮觀光 從動四動三之後 是完全沒有人 到後來慢慢復數以後 為什麼講第一慘 因為就是一 一就是一聲 定房率只有10% 那定房率10%怎麼辦呢 所以開始就給了觀光補助 住房補助 一千塊對不對 後來往上提有沒有 有 俊翔哥往上提提到多少 提到大概20 所以到了20 或者是25 那沒好啊 只有四分之一啊 所以花蓮觀光怎麼辦 昨天很高興跟大家講 五月天要去花蓮 對 所以確實已經把11月前後 能夠定房率衝上去了 沒錯 那可是問題是五月天走了 怎麼辦 你現在想很多哏 讓大家能夠來花蓮觀光 可是呢 重點還在於 你能不能到花蓮 對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如果要不要簽票 你如果坐沒有花蓮金 你就到不了花蓮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陳世凱部長他上任之後 他也到了花蓮去 他昨天去跟花蓮的觀光業者 來進行座談 他跟花蓮觀光業者講什麼 他說我們現在目前 會安排這些相關的補助 而且還會找網紅來拍片 吸引大家到花蓮 那觀光業者就跟他講說 部長啊 拜託一下 我們這次有夠慘 比那個 COVID-19還要更慘 所以你可不可以 比照之前的疫情紓困 先給我們一筆錢 讓我們能夠度過難關 這其一 其二我剛剛講有沒有 今年的這個暑假 因為有補助 我們要補助可能更慘 20%有沒有 20%是多少 以前花蓮 夏天是80% 所以只有剩四分之一怎麼辦 那這個整個公共產值 都少了好幾百億 現在就只能靠其這件事情了 就是傅昆琦 就是立法委員 花蓮立法委員 他今年不是去跟 中國大陸的宋濤見面嗎 結果花蓮其實真的是有 麻豆有文旦 花蓮有賀岡文旦 所以今年的賀岡文旦 好多都賣去了這個有沒有 有200公噸已經賣去了中國大陸 那對這個農民來講 他今年可以稍微解困 可是花蓮還是注重觀光 以前有多少的觀光客 來了以後不但在花蓮那邊玩 東大門廣場 還要去太魯閣 現在太魯閣屏就不行 人要進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大家都想說 好 那至少沒有辦法去那些 這些地方 人可以到花蓮市去玩吧 那你要到花蓮市去玩 你總算能夠搭車吧 對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 你那個車的問題沒有解決 到處都只要下雨 因為地震之後 洞四洞三 顯然花蓮的整個地質受影響 現在不用地震 只要下大雨 對不對 上禮拜前 不就發生這個事嗎 上禮拜馬上就來了有沒有 他立刻就會中斷了 所以就跟交通部長 那交通部長管管這個 管啊 對 這交通部長嘛 是 包含了公路 包含了鐵路 包含了空運 請交通部長陳世凱幫花蓮解決 第二個 花蓮現在目前要趕快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 人少了以後 原本已經有一點風雨飄搖 還沒有到疫情之前 花蓮有一個叫做松園別館 這裡很漂亮 因為它是以前 這個日軍時代的時候的 那個軍事指揮中心 陸軍軍事部 所以它那個建築物 很像老淡水 紅紅塵 外面那些有沒有 很古樸 問題是現在目前遊客 每天大概以往都有上千人 後來變成600人 現在只有100人 所以也差不多 所以其實9月1號開始 它已經休緣了 沒有人沒有辦法 所以很多的景點 一個兩個都沒有辦法 然後連這個蚵仔針的蚵仔色 原本是說做到9月20 就雨昕之後我們跟大家公告 我們9月20結束 可是觀眾朋友 我們把這個新聞撈回來 今天已經9月11了 原本到9月20 可是他可能做不了那麼久 他把它打叉822之類就結束了 感謝由你 所以花蓮的觀光現在目前 非常嚴峻 那花蓮縣政府除了要求 中央政府來幫忙之外 花蓮的縣政府自己要自救 所以花蓮縣政府就編列 10月要方3000元的振興券 希望大家能夠 大家來大小商家 擴大內需 就來花蓮玩吧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重點了 你交通要 交通最重要 你車票要訂得到 車票價格要大家合理 而且還有安全 安全 要不然特別話講 昨天我們跟觀眾朋友 還有俊翔哥在討論 台鐵不是想要把那個 票價給漲上來嗎 不是說北高漲破千人 結果對不起 董事會後來沒過 打槍 退回 因為董事會講說 你的評估資料都沒有 我們一次要漲上來的話 民眾未必能接受 所以現在董事會說 他不是確定不漲 觀眾朋友看來是會漲 可是那個漲幅是讓我們講的 有沒有 北高從多少 800多要升到 他可能1000上下 或是1100 現在目前先把它 退回去再來 但是問題是 你話題已經開了對不對 對 你話題已經開了以後 有人講 油電雙漲萬物起漲 台鐵要漲 高鐵也要漲 我昨天跟大家講 有沒有 還講說這個台鐵 是這個800多 那高鐵是1490 從台北到高雄 觀眾朋友 高鐵也可能要漲 目前現在看起來 有可能會漲到1700 哇 這樣之後我們把 等冒牙冒不出來的牙 一次再下去 所以我們要一起看 就包含高鐵跟台鐵的票價 都要一起來的縱光來看 有可能都會漲 但是到底漲多少 報新聞會幫大家好好的整理 知道訊息之後 再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 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點到11點 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 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 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CAMON! 我還是會看 我會堅持 一會兒